前桃園市长周文灿因为花雅科土地开发案 涉谈遭到积压 但传出检方七月四度申请搜索票 法院以十哥九元给驳回 八月第五度申请竟然再遭驳回 网友狂轰是怕搜出绿营其他大案 还是怕搜出来直接动摇国本 不给搜索到底什么概念 十哥九元那你积压他干什么 你把他放出来啊 这根本就是无厘头胡说八道嘛 就是法官不想去查嘛 那他越不想去查表示就中间的贸腻越深嘛 只要搜索的地点有证据存在 法院就应该何可搜索 而不是因为离案发时间 已经经过许久就不同意搜索 原本郑文灿两度被采定交保 连羁压都不羁压 直到七月五号应讯前的当天上午 郑文灿用来传讯给心腹秘书 说自己坦荡荡没有收受财务 没有约定没有对价等等 讯息内容和郑文灿应运时的 答辨方向相同 但当时检方根本还没要约谈 郑文灿却提早掌握检方下一步的 征讯动作和方向 难道法院和检方真是受到民进党掌控 在搜查晚上的当天的早上 竟然就知道自己要被搜查 而且请他的秘书去进行串证 代表中间有人通风报信 把资料传给他 看到他的LINE 里头有跟他的助理的对话 里头有串供 显示他在司法机构里头 可能有内线 所以你们要赶快把他羁压 更有绿媒提前曝光 北市金华城案 检调下周要约谈前副市长彭震生 网友好奇为什么约不约谈彭震生 是绿媒先知道 难道连司法进度都是民进党在管 民进党你们每一次都是这样 自己在操纵司法 然后来恬不知耻的到处去宣扬 这是让我们见到什么叫后联 我们都不知道他会被约谈干嘛 绿媒率先知道 台湾的司法掌握在民进党的手上 五度升级搜索全都失败 时隔旧院的理由背后 是不是怕一搜下去 变成肉粽一串 各界都想知道答案 这黄俊陈真采访播的